佛说,做人别忘恩,为人别负义,对待父母更要有情有义。 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,做事一定要对得起天地良心。 人对你好,你要记心中,人不惹你,你也不要老是想注算计水,把情意给守住了,把良心给留住了,这才叫做人做事。 人对你好,你也好对人真,不要什么事情都是自以为是的,遇到了一点矛头小利的,就是利欲熏心了。 为了利益,埋没了良心,出卖了真心对自己好的人,那是不会有什么好后果,好下场的。 做人不能忘恩,别人对你的好,永远要记牢。 他人对你的付出,心里一定要记住,不要让他人的无私,惯坏了你的自私,更不要让别人对你的帮助,成为了你可以随意挥霍的赌注。 做人不能忘恩,滴水之恩,永泉报,一米恩情千斗旋。 相处,不能负义。 卸磨杀驴的事不畏,背信弃义的事不做。 为人不能莫良心。 坦坦荡荡荡心不愧,本本愤愤人不亏。 人的一生很短暂,擦肩而过的很多,相视一笑的很少,把酒言欢的很多,互诉忠常的很少。 为人要用诚恳,说要重恳,做要诚信,教人要懂感恩,以心换心,将心比心。 知感恩者,得人心,得人心者,受人尊,受人尊者,必有品。 多少唏嘘寒暄的客套话里,才有一句掏心掏肺的真良言。 多少不分你我的假朋友里,才有一个风雨同舟的真兄弟。 人这辈子,最该感谢的人,借钱给你的人,背后挺你的人,同舟共济的人,贫穷之时,不忘雪中送炭的人,富贵之时,不忘一起打拼的人,困难之时,不忘鼎力相助的人,有事之时,不忘跑前跑后的人。 人,不能忘本,心,不能忘恩,是,不能蒙魂,情,不能二心。 忘恩负义之人,天也会嫌弃,知恩图报之人,谁都会帮衬。 过河拆桥之人,没有好下场,饮水思源之人,总有人捧场。 建立妄义之人,必遭人唾弃,重情重义之人,必赢得人心。 场面的话,谁都会说,因为不需要兑现,所以不考虑成本,真切的事,少有人做,因为不仅需要花费时间,更是对彼此情义的考验。 做人别忘恩,为人别负义。 金钱花光了,还可以再赚,朋友弄丢了,却不能构重来。 懂得饮水思源,做事才会有人成全。 常常建立妄议,迟早会被他人唾弃。 不要等到后悔了,才想回到当初,有时一念之差,便是天地之别。 更不要等到吃亏了,才想把关系追悔,已经过去的感情,早已浴火成灰。 有恩我莫齿难骂,祭你,致恩人。 陪我伴我的人,要疼惜,致爱人。 生我养我的人,要孝敬,致父母。 有肉一起吃,有男一起扛,致兄弟。 当面能骂你,背后准夸你,致闺蜜。 树高万丈不忘根,人若辉煌莫忘恩。 人生一世,谁才是你最不能放心不下的人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旅程,我们截然一身,独自走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。 曾经拥有的,不要忘记。 不能得到的,更要珍惜。 属于自己的,不要放弃。 已经失去的,留作回忆。 一所大学,在快下课时教授对同学们说, 我和大家做个游戏,谁愿意配合我一下。 一女生走上台来。 教授说,请在黑板上写下你难以割舍的二十个人的名字。 女生照做了。 有她的邻属,朋友,亲人等等。 教授说,请你划掉一个这里面你认为最不重要的人。 女生划掉了一个她邻居的名字。 教授又说,请你再划掉一个。 女生又划掉了一个她的同事。 教授再说,请你再划掉一个。 女生又划掉了一个。 最后,黑板上枝剩下了三个人。 她的父母、丈夫和孩子。 教室非常安静。 同学们静静地看住教授, 感觉这似乎已不再是一个游戏了。 教授平静地说,请再划掉一个。 女生持一注,艰难地做住选择。 她举起粉笔,划掉了父母的名字。 请再划掉一个,身边又传来了教授的声音。 她惊呆了,颤微微地举起粉笔缓慢而坚决地又划掉了儿子的名字。 紧接着,她挖得一声哭了,样子非常痛苦。 教授等她平静了一下,问道, 和你最亲的人应该是你的父母和你的孩子。 因为父母是养育你的人,孩子是你亲生的, 而丈夫是可以重新再寻找的。 为什麽丈夫反倒是你最难割舍的人呢? 同学们静静地看住她,等待住她的回答。 女生平静而又缓慢地说道, 随着时间的推移,父母会先我而去, 孩子长大成人后肯定也会离我而去, 真正陪伴我度过一生的只有我的丈夫。 其实,生活就像洋葱, 一片一片地剥开, 总有一片会让我们流泪。 看完了,我默默地哭了。 老伴,是你一生中最后的存折。 请珍惜, 人生一世, 有什么也不如有个好伴侣, 没时磨也不能磨个好晚年。 妻子是丈夫生命中的最后一个观众, 丈夫是妻子人生中的最后一张存折。 所谓最后一个观众, 是指一个男人的一生, 不管怎样度过。 真正看到你人生, 羡慕那一刻的不是别人, 而是你的妻子。 所谓最后一张存折, 指的是一个女性步入老年之后, 尽管可以五世同堂, 儿孙绕夕, 但真正能够无怨无悔奉, 陪你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不是别人, 只有你的丈夫。 纵观世间夫妻, 无意不是因性而结合, 因爱而发展, 因情而长久。 这个情, 就是亲情与恩情。 一对体貌反差很大的夫妻, 之所以能够白头偕老。 一对学识上天差地远的夫妻, 之所以能够相伴终生。 一对年轻时打打闹闹的夫妻, 进入老年后却突然向静如宾起来, 在很大程度上, 并非是他们之间的爱情有了多大发展, 而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相濡以沫的日常生活中, 储存下了多少恩情。 这种恩情, 通常都不是来自夫妻幸运阶段的锦上添花, 而是来自失一阶段的雪中送炭, 或一方落难时的舍命相救, 或一方患病期间的精心服侍, 或惨淡日子中的无怨无悔, 或众叛亲离时的不离不弃等等。 这种感情, 是任何物质利益和名利引诱都不能替代的。 世间恩爱夫妻之所以把恩放在前面, 把爱放在后面, 就是因为他们之间的恩情, 早已远远超过了爱情的分量。 男女间夫妻一场, 年轻时是性伙伴, 中年时是事业助手, 进入老年演变为双方的父母。 由于像触食兼酒了, 各自身尚潜在的父性和母性, 都会在无意中流露出来, 渐渐演变成了对方父母的角色, 像呵护自己的儿女, 一样呵护起了自己的生活伴侣。 不管对方身上有多少缺点和不足, 也不管他们在年轻时范下过多少不可原谅的错误, 或者曾经给自己造成过多么大的伤害, 都能够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下来, 宽容下来。 严格说来, 这才是爱。 这个故事非常深刻, 它提醒我们爱是需要包容和宽容的, 而这个包容和宽容必须来自于我们的内心。 当我们在一段关系中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, 我们开始发现对方身上的特质和缺陷, 而这些特质和缺陷是我们必须学习去接受的。 你要做什么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